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據說他非常的難養 所以到現在還是很稀有 那這樣要從何找起呢 哇好有趣喔 欸你們有沒有看到他們用這個 這個簍子是兩個人在撈水欸 小哥 你們這個是要幹嘛 為什麼要把這邊的水然後撈到那邊去啊 抓魚啊 這個這個不是水溝嗎 這裡面會有魚嗎 為什麼會有魚 那水是一台風雲在那邊的 但是有時候那些魚是流進來的 所以每次都會有魚在裡面 用這種方式把這個水撈乾 撈到後面然後去抓裡面的魚 這樣撈到民國幾年啊 這樣這樣撈喔 兩個人這樣一直撈一直撈 撈一個半小時 你看這位小哥已經完全滿頭大汗了 哼 雖然我還沒有拍得撈 可是我也已經滿頭大汗 但搞得我好像越來越意思 因為我沒有試過這樣 看這兩位大哥 咬起來好像不太費勁 其實啊 一點也不輕鬆啦 不只要掌控好繩子的平衡 還要和對面的大哥 配合得剛好才行 好 水咬的差不多啦 來看看下面有什麼魚吧 喔 這裡真的是有多難走的 什麼叫做步步艱難 你知道嗎 因為我每踩一步啊 我整個腳就陷下去 欸陷到哪裡 完全就陷到這裡 你看這個泥巴 一直到這邊都有 欸整個陷進去耶 超不舒服的 而且這樣起來的時候 腳完全拔不起來 然後鞋子就卡在裡面 很辛苦耶這個工作 可是在撈魚之前呢 我要先請教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我現在的腳啊 感覺很多東西這樣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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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訪問 所以我腳完全沒有動 然後你就可以感覺到 一堆蟲在我腳上跑 很舒服啊 好難過 好難快 了解一下他們這次 我們到底不知道 天啊 本來以為啊 穿著一身漂亮的越南傳統服裝 就不用做普菜式了 想不到要與泥巴水和水蟲圍舞來抓魚 大哥說動作快一點 現在要用這個竹籠 插進水裡來抓魚囉 真的有魚耶 有魚 我的媽 你看這個大哥 好 上去 上去 還沒瘦 你看 抓到滑跳條了 這力量超大的 你怎麼抓呢 是戳下去以後它就在裡面嗎 去找就對了 所以也看不到 因為基本上我這樣看喔 這樣會抓得到嗎 好厲害喔 真的在裡面耶 你看 有沒有 這個水這麼混濁 它還可以知道這個魚在哪裡 我們再來撕裂一條 來囉 來囉 真的假的 這魚不會游走嗎 喔 沒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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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人玩到了 我都不知道他一隻魚了 他等一下會不會懷恨在心啊 我會來看他找到看 欸真的好厲害喔 他這樣放下去啊 就可以知道有沒有魚耶 我已經不來了 你不救我 我連走 走路都很難走了 所以說直播這麼網賽大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捕魚的 好酷喔 可是這樣好累喔 連走路都那麼難走了 還要到處抓魚 會不會太為難人啦 不過啊 真的要快一點喔 等一下感覺好像會下雨耶 大哥說現在水位越來越高了 要用另外一個竹篩子來撈 我撈到一條 蛇 蛇 這裡面有蛇喔 我應該不是 我都碰到的 他不會咬人喔 那我就不用怕你了 可是 他力道超大的耶 你確定他不會咬人嗎 他現在在慘我 我走蛇往上流 在水箱上面 走動的時候 他通道裡看他咬 他找他看不咬人 那撈到蛇是好事還是壞事啊 幸運才撈到蛇 幸運才撈到蛇 所以說蛇的價錢是比魚還好囉 假如拍人啊 所以他看不出來有個裝備來 Double的價錢耶 哇 所以我是超lucky的 我撈到黃金就對了 欸這個蛇很粗耶 你知道 我其實遠遠看 我剛剛以為我是撈到鰻魚還是鮮魚 因為他短短然後肥肥的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什麼樣的蛇啊 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個水裡面啊 我剛剛看到好像是關的 荒野裡面的蛇 哦 也就是說 他可能是因為剛剛 因為我們剛剛撈魚撈了一半啊 下大魚 所以他可能是那個大魚這樣衝下來 因為這邊全部都是爛泥巴 你說真的要好好行走也很難 所以他可能就這樣衝下來 然後就被我侥幸撈到了 賺到蛇了 你有沒有看到 這種荒野行蛇的肉質細嫩 很多人愛吃 難怪啊 可以比一般的魚貴個兩三倍的價錢 好啦 弄了半天 收穫算不錯囉 除了蛇以外啊 還抓到了譚圖魚和扇魚 都算是價錢不錯的魚 不過啊 我們要找的象耳魚 還是沒有下落耶 肚子又餓了 不管啦 先找一間餐廳 吃飽了再說 吃飽了啊 你們有沒有吃飽啊 有 有啊 好 阿姨 結帳 我沒有錢了 什麼 不會不是很貨嗎 是個收據嗎 都在收 有啊有啊 除了收據以外 還有七千塊耶 七千塊在越南連水都買不起 那怎麼辦 噢噢 你們在幹嘛 我們要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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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哥 他說什麼啊 他說沒有錢 就要在這邊打工啊 打工 也是人打工哦 人家要做什麼啊 貴哥 這是什麼啊 這就是恐龍蛋啊 他要你做這個啊 恐龍蛋 那是什麼東西啊 大哥說啊 師傅已經在那邊準備材料了 去看看就知道囉 嗯 他就捶一捶糯米就好了嘛 師傅說 對啊 頂多啊 捶個五六百下就好了 怎麼覺得這個槌子 越來越重啊 師傅說啊 就是因為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慢慢就沒有什麼人要做啦 啊 難怪要抓我這個打工仔來做啊 你知道嗎 我剛剛在倒霉糯米的時候 超累的 因為雖然說那個槌子 就已經2公斤了哦 然後我拿起來是還算是青蟲 可是打下去以後 完全黏住的時候 我整個槌子都拿起來 超重的 我現在時候已經酸死了 現在還要炸這個桶子蛋 炸這個桶啊 應該是要非常的技巧 師傅 請示範給我看吧 然後就丟進去啦 哦 丟進去怎麼有辦法弄得那麼遠 哦 他現在用兩個鏟子有沒有看到 兩個鏟子然後不斷的去壓它 然後把它擠成一顆圓形 然後呢 接下來你要轉成大概是 中小火的狀態 他就會慢慢這樣 砰砰砰砰 慢慢就轟起來 我會幫你來咬 哦 又要大 哇 這麼麻煩 你這樣子 又大又小 又大又少轉換 哎呦你看 又大又大了 轟起來了 又像蛋了 又調成小火 好難哦 而且你要注意他的外皮是不能焦的 要是這樣 金黃色 金黃色 師傅你練這個練了多久啊 十八年 我主持事業第一等也才三年 他做的球已經做了十八年了 好大一顆了 已經變籃球了有沒有看到 我的媽呀 比我頭還大了有沒有看到 超大的 超厲害的 炸這個恐龍蛋啊 和台灣的芝麻球很像 只不過呢 芝麻球沒有那麼大的size 看師傅做 好像沒有那麼簡單耶 不只要適時的轉動球面 讓它受熱均勻 還要控制火候才不會燒焦 好吧 混我試試看 下去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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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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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很輕 我來 我會很輕的 欸 有蓬囉 有在蓬囉 有在蓬囉 用另一顆圓形 哇 邊坐邊講話好難喔 有了 可以倒了 可以倒了 他媽你啦 快到你了 都不會弄啦 要轉來轉去啊 才可以 不要像嘛 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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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玩了 所以要繞上來啦 不行開啦 不能再見啦 大哥 我的媽啊 怎麼差這麼多啊 你看一下 這師傅的 圓圓的 蓬蓬的 漂漂亮的 而且厲害到什麼 它有透到裡面去的感覺 你光打進去它會透光 可是我的呢 一樣糯米亮 但是 它破到一個不行 而且 它還超會搭 那 這個要怎麼吃啊 我們做成這樣的話 要怎麼吃 蛤 要把它撿破 我們流了這麼多汗 流了這麼多汗 做出來這麼漂亮的東西 上去就要被撿破 不要啦 我們帶回家好了 炸這個恐龍蛋啊 真的很辛苦耶 才炸沒有多久 我就開始汗如雨下了 話說回來 大姐炸的那粒蛋 才是真正超正 又大 又圓 又透光 說它是藝術品啊 也不為過 大姐說啊 其實不只是炸的功夫 糯米也要捶得很好才行 哎呦 那就表示我也有出到一點力嘛 這樣打工 算成功吧 大哥說 OK的啦 為了獎勵我的努力 現在啊 就要帶我去看他們的 鎮店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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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店之寶是什麼啊 呃 呃 呃 向耳魚 我們終於找到了 哈哈 在這裡 哇 哇 這隻魚超有活力的啦 這隻魚 太厲害了吧 你看你看 他跳成這樣耶 這樣要怎麼抓啊 光鎮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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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魚啊 就很...很... 很強的 但是你要懂得叫他 他才... 乖乖的 在手下 為什麼 剛剛不是一直 啪啪啪啪啪 連網子抓到他都會 啪啪啪啪跳出來嗎 為什麼你現在這樣抓 他完全不會動啊 因為 我們... 我們... 就是... 就是順著他的骨頭 讓他這樣朝上 剛剛我看那個大哥的抓法是朝上 然後... 沒關係沒關係 我試試看 慢慢來 輕一點點 那個手勢 輕一點點 哇 好像包著歪歪一樣 乖乖的 乖乖的 欸好酷喔 其實因為我以前有練過魔術 然後我有養鴿子 然後你把鴿子翻過來的時候 肚子朝上啊 他就會... 呈現一個夾齒狀態 我發現這個象爾魚也是耶 你只要把他肚子朝上啊 他剛剛在水裡面是這樣 咻咻咻咻咻 這樣穿梭你知道 而且我們在撈的時候 他也是... 可以直接跳出網子 可是... 當你順著他這樣子 抓到一個訣竅 有沒有 你看大哥就這樣 欸... 欸我覺得這個角度 有可能沒有辦法讓他腹部朝上喔 這樣子 啊哈 這樣子 啊哈 他太有無力了 哈哈哈哈 有這種事 打一打工 就找到我們的目標 象爾魚啦 這象爾魚啊 還真的蠻特別的耶 第一次看到腹部朝上 就會夾死的魚耶 不過啊 我還是有點疑問 他為什麼要叫做象爾魚呢 但你為什麼他叫象爾魚 我叫象爾魚 因為他有兩個五指 長長的 第一 第二哈 他頭上有一顆珍珠 然後那個珍珠 就會越大的 就會越漂亮的 然後這種魚啊 很難養的 喔 這種魚很難養 所以是他們的鎮店之寶 因為他頭上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這個黑黑的這個地方 其實他很像珍珠 有沒有 而且重點是他下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長長的鬚鬚 有沒有 啊好特別喔 怎麼會有這種魚啊 大哥說啊 象爾魚非常的難養 稍稍染病 隔天啊 就可能全池都翻肚 而且啊 他對藥物也非常敏感 下藥也會掛點 不過啊 只要養得起來 保證人吃的 絕對健康 那這條魚 要怎麼煮呢 大塊腿的時間到囉 今天要吃之前 我們當然要先醋死魚囉 這個鎮店之寶 我們剛剛已經把那個內臟 全部都拿掉了 一般來說 我們要煮魚的時候 基本上都要先把內臟拿掉嘛 接下來去魚林 可是呢 最後 為什麼我們沒有去魚林啊 你這樣準備炸了 這樣怎麼吃啊 可以吃 可以吃 吃喔 好吧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含著魚林 炸這個 象爾魚 好可怕喔 這個魚 不論這樣自家的 要有很熟熟的 師傅才可以炸 因為這個油 你放下去的時候啊 它的活力很活 它還要跳出來 如果它動一下的時候啊 那個油啊 會放在你身上 那會就會很危險 蛤 交給你好 欸 欸 師傅 交給你了 炸吧 會跳 真的假的啊 呦 這個油供看起來很熱耶 會一點 哎呦 不舒服的 你不要說那個魚會跳了啦 光是這個油就已經跳得亂七八糟了 哇 你看那個發沙發沙的感覺 哇 它感覺這樣放進去那個魚有膨脹耶 它應該是那個外面那個林片啊 就是被炸的比較酥有沒有 出現了 它裡面開挖了 有沒有看到 裡面開挖開挖 哇 好漂亮喔 那個林片 師傅說啊 炸魚的時候 油量的控制 和放入的角度 非常的重要 如果沒有控制好 連魚帶油一起飛出來 燙傷人的事情 是真的會發生的喔 不過啊 看魚林花 一朵朵的在油鍋裡展開 真的很厲害耶 上菜啦 你看看師傅做的蛋 它真的會透光耶 我覺得超酷的 美女兒 哎呦 我這樣過來就把你的臉遮住耶 美女兒 這個蛋要怎麼吃啊 所以這個蛋 是用來配這個鎮店之寶用的 那那個剛剛師傅說啊 要吃的時候要剪 要怎麼剪啊 你可以示範一下給我看嗎 你爺啊 你爺啊 他講話好優秀喔 很溫柔 然後輕聲細語的 然後聽起來就很舒服 可是他拿刀的動作 哇 他拿刀的動作 這個熟的一聲小的樣子 令男人會害怕 尤其是拿剪刀啊 打開了耶 漂亮的蛋就這樣沒了 哇 我看到裡面了 這樣其實就很像我們台灣的麻糬有沒有 可是他外面是有炸酥皮的狀態 他剪開了以後 就一陣那個香味就撲鼻而來 好香好香喔 然後這樣剪好這樣一片一片的 接著呢 喔 炸魚要出現了 你看看我們的鎮念之寶 有沒有 欸 不對啊 你這個魚這樣子立著 我們要怎麼吃啊 直接這樣壓下去啊 把它壓壞啊 為什麼他這個炸魚要立著咧 因為啊 這是我們啊 通常鎮魚就不能翻來翻去 翻來翻去就是泛船啦 對 因為在南越這個地方算是一個水上德國 所以他們也很注重就是 吃魚不能翻來翻去 他們想的辦法更妙了 絕了 是立起來的 超屌的 我想先去吃吃看 這個帶魚鱗的魚鱗 他說這個魚鱗啊 炸起來是脆脆的 我可以這樣直接吃嗎 看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魚的口感喔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炸魚啊 我們如果把魚鱗去掉的話 它頂多就是 魚的那個皮的表面 然後它是酥脆的 可是它這個 它不僅是那個魚的表面是酥脆的 它還帶有那個鱗片啊 炸酥的那個感覺 那個口感更好 這又脆又酥的魚鱗啊 吃起來一點腥味都沒有 聽說啊 魚鱗富含鈣質和膠原蛋白 而且啊 比其他動物性的膠原蛋白 更好吸收 不過重點來啦 這魚肉呢 要怎麼和恐龍蛋搭著吃啊 拿恐龍蛋的皮 去包這個魚肉 有沒有看到 哇 它外面像 滾過來不帶有魚香 還有一個那種糯米的 那個皮的香味 吃吧 哦 魚蛋魚鱗呢 它已經夠脆了 可是它外面又裹了一層那個 糯米的皮啊 糯米它本身有一種 淡淡的甜味 然後再配上那個魚肉啊 那魚肉本身有一種甜味 所以它裡外有一種 相互印的感覺 超好吃的 今天辛苦得來的象耳魚 吃在嘴裡啊 真的感覺特別美味 這趟越南旅程不需此行 期待下次越南行 還會有更讓人驚奇的 人事物